好来接下来呢我们继续 那我们刚才对这个SparkSync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它里边 里边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 就是这个DataFrame 我们刚才是不是说了 这个SparkSync是不是一个Circle解析引擎吧 这个Circle解析引擎是不是可以将Circle解析成RDD 那个RDD我前面是不是加了一个特殊的RDD 对不对特殊在哪里呢 这个RDD其实呢是有Skimmer信息的RDD 好注意你只要知道是一种特殊的RDD就可以 好接下来我们来讲啊 那么这个特殊的RDD它的名字叫DataFrame DataFrame 这个DataFrame并不是Spark独创的 那么在Python和R语言还有其他语言里面呢 也有这种类似的数据结构 OK 并不是Spark独创的 而Spark是不是把它借鉴过来 好 那么我们看啊这个DataFrame 跟这个RDD类似也是一个分布式数据集 它也是一个抽象 也是一个分布式的一个数据集 或者叫数据容器 注意这个DataFrame里边 它也不装真正要计算的数据 OK 它也不装真正的要计算的数据 是不是也是装着一个转换关系和描述啊 OK 好 而那个DataFrame呢 它像什么呢 其实跟我们的RDD呢 它们是不是有 都是分布式数据集 而这个DataFrame更像传统数据库当中的 二维表 什么是二维表啊 有行 有列 这一行是不是有个表头啊 表头里面是不是描述了 我第一列 叫什么名字 它什么类型 可不可以为空 等等等等 这个表的描述信息吧 你们在建表的时候 是不是要指定 这个表是哪些列 每一列叫什么名字 什么样类型吧 能不能为空 对不对 那这个是不是叫那个表的schemer信息啊 schemer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约束信息 描述信息 也叫做原数据吧 对不对 好嘞 咱们来看啊 那么 这个DataFrame呢 除了二维表之后呢 除了这个表之外呢 它还记录了这个数据的这个结构信息 G-schemer 也就是说呢 它除了保存数据以外啊 这个数据其实并不在这个DataFrame里面保存 而是它是不是描述了这个数据以后在哪里保存 保存啊 它还记录这个结构信息 G-schemer 与害物相同 那么DataFrame呢 它也支持千套的这种数据类型 比如说它里面呢 支持什么 JUX的结构体啊 Area Map 从API的角度上来看呢 DataFrame提供了一种高 高层的一个关系操作啊 也就是说呢 这个DataFrame相当于是不是对RDD的进一步封装啊 DataFrame是不是相当于对RDD的进一步封装 那你现在是不是可以用更高级的API对数据进行操作了 OK 那么它呢 比RDD的编程API更加友好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你以前写过WorldHound 你在写的时候 你如果不对RDD的算子非常熟悉 你有可能写不出来 你有可能写出来了效率特别低 比如说我在进行Suffer的时候 我要进行聚合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掉Reduce Bytee啊 也可以掉Groove Bytee啊 但是如果我对Suppler不是很熟的话 我是不是就掉Groove Bytee啊 但是掉Groove Bytee呢 数量很大的时候是不是就有大量的Suffer 执行效率很慢吧 执行效率很慢吧 那就意味着你要想写RDD 你就必须对RDD这个底层的API特别熟悉 因为RDD算是比较底层的API吧 对吧 而且Suffer和SQL呢 这些细节你都不用管了 我直接写一条SQL就可以了 那么程序在执行的时候 它会帮助我们来优化 OK 就相当于是更高级的接口 你直接掉的话 它是不是会帮你来进行 到底是使用Reduce Bytee还是Groove Bytee OK 好 那么所以说这个 State Frame的API呢 比Spark的这个RDD的API更加友好 门槛怎么样 更低 为什么门槛更低 会写SQL的 其实就可以写Spark程序 但是它是不是只能处理一些节目化数据啊 一些非节目化数据 我们是不是还要写RDD 是吧 好 那么 那么这种Data Frame和这个R语言啊 还有这个Pandas这个语言呢 类似啊 R语言和这个语言里面都有这种Data Frame这个数据结构 那么Spark这个Data Frame呢 良好的继承了这种传统单机的这个数据 这个开发体验 什么意思呢 你操作它 就像操作一个单机程序一样 就写SQL吧 原来你是不是在MySQL或者Oracle里面 执行计算吧 你是不是写一条SQL 而现在呢 现在我是不是还是写SQL 我就像操作一个本地的一个数据库一样 这些 是不是它提供了一个高级的抽象啊 我的程序写完之后 我提交到Spark集群里面 我就以为是在本地跑的 是不是 比如说这个程序员 他就会写SQL 他都不知道那个Spark集群是怎么执行的 他把这个生活醒完了之后一提交 他就以为是在原来的Oracle上跑的 原来这个MySQL上跑的 是不是 后边呢就是一个大型的集群 他也不知道那个集群里面有多少台机器 他就可以跑 但是如果你想真正的深入的 掌握使用SQL或者是Spark 你要知道他如何来优化 你是不是还要了解Spark底层啊 是不是 Suffer的时候哪地方容易出现瓶颈 数据格式我读什么样的 你是不是要对Spark有一个深入的了解才可以 对吧 好 接下来咱们来看一看 DataFrame和RDD 右边的这个是DataFrame 左边的是RDD 你有没有发现RDD里面现在装的是什么类型啊 Person类型 还记不记得以前我们把Uger Boy Man 这种类型装到RDD里面啊 是不是 这个RDD里面装一个我自己定义的类型可不可以 可以吧 那么RDD里面装的是不是就是一个一个的Person类型 那么这个RDD里面严格说它是没有数据的 是吧 而是它对应的机器上是不是存放的数据啊 那么这RDD里面你可以认为它是一个集合 是吧 你是不是可以把它当成一个集合 这个集合里面是不是存着你要放的数据啊 只不过现在这个集合里面存的是什么 不是一行一行内容 而是把这个数据整理好了 放到一个自己定义的一个类里边了 是吧 是不是 也就是说你通过这个类 你用一个实例 现在这个RDD里面装的是Person 虽然说这个Person里面有好多属性 比如说ID Name A 但是它里面装的是不是还是一个一个的Person 是吧 咱们来看一看这个DataBram DataBram有什么特点 你会发现它是不是像我们传统的数据库的二维表啊 它里面放的数据是不是有一个表头啊 表头NameA之Hite 然后里面的数据是不是约束它到底是什么类型吧 你看这是实距类型吧 这是印类型 这是double类型吧 那么我们来总结一下 这个RDD和DataFrame 它们到底有哪些区别 RDD和DataFrame 有哪些区别 RDD和DataFrame的区别 那么DataFrame里面放的是不是结误化的数据 存放的是要计算的结构化数据 其实这句话呢并不是很准确 我们知道这个DataFrame里面是不是也不是放数据啊 而是放描述信息嘛 DataFrame里面放的是结构化数据的描述信息 描述信息是吧 那么RDD呢 RDD你装啥都行 装文本 甚至装二进制都可以 比如说以后呢 你们要处理一些视频音频 RDD里面读啊 他提供了 比如说提供了一套API 读音频读视频都可以 那音频视频是结构化数据吗 不是 是吧 我们这个DataFrame是不是里面 就是存放的是结构化数据啊 那么DataFrame呢 DataFrame 要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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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 什么意思 是不是表的描述信息啊 这个表的描述信息都描述哪些内容 描述了 有多少列了 每一列 是叫什么名字 什么 类型 然后 能不能为空 能不能为空 对不对 没问题吧 说没问题 好 那么 有人会经常会问这个RDD 或者DataFrame是什么 那么DataFrame是一个特殊的RDD吧 特殊在哪里吧 那么RDD如果里面以后对应的是结构化数据 它是不是就是DataFrame吧 相当于RDD加了Scheme I say SAS E M A SS E S E M A S T K I M A S Skyemer信息就变成了 DataFrame Ok RDD RDD 它里面是不是没有描述信息 它没有我们这个结构化的描述信息吧 是不是每一描述有哪些列吧 每一列 是什么类型吧 现在我把这个RDD加了Squemer信息 是不是就变成了DataFrame OK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写一个例子 写个入门案例 好 接下来咱们写一个案例 首先呢 把我的IDA打开 咱们写一样 好嘞 那么我们就接着以前的程序写吧 你有一个package 叫day6 好那么我们看啊 现在我们是不是要写spark程序了 要写spark程序 spark cycle程序啊 那要写spark cycle程序 我是不是要把spark cycle的依赖 导入进来吧 好那么这个spark cycle的依赖 怎么导呢 你把原来的给复制一下 给改得改个名字 原来是不是叫car啊 现在改成什么 ok 那你看啊 现在他是不是要导入spark cycle 那么spark cycle的版本是多少呢 是不是根据这个 这个长量 他是不是也是2.2.0啊 然后点import change 好这个时候呢 他就会把spark cycle相关的一些依赖包 引进来了 那么这个spark cycle呢 1.0和2.0 他的编程api发生了一些变化 我先写一下这个笔记吧 那么编写spark cycle程序 第一个spark cycle的第一个入门程序 那么首先在pom中添加spark cycle的依赖 ok 这个依赖怎么加呀 是不是把对应的这个名字改一下就可以了 我写一下吧 是不是把这个加进来 然后还要注意一下 这个spark cycle啊 它的编辑 1.0和2.x的变化很大 18个cq 1.x和2.x的变成 API有一些变化 但是呢 在企业里面 这个1.x和2.x都有使用 都有使用 那咋办的 是不是咱们都要介绍一下 说 企业中 都有使用 所以 我们两种方式都讲 好嘞 接下来 接下来咱们先用1.x的方式来写 先用1.x的方式 好 那么1.x的方式最重要就是创建一个circulecontext 我们以前是不是写RDD的时候用的是sparkcontext啊 而现在呢 你要写circule用 sparkcontext 2.x呢 我先把这个秘密先透露出来吧 2.x它用的是一个叫做spark session 是不是一个spark的绘画啊 OK 这个是2.x OK 那么现在咱们先写啊 先写这个spark 1.x的 好 那么 虽然说这个spark呢 有两种编程API 但是spark2.x 它是不是要兼容1.x啊 所以说 它老的这种编程API 它依然保留着 啊 好 好 那接下来咱们开始写 spark spark circule 啊 叫circule circule demo 1吧 好 首先呢 我们是不是 还是原来的套路 我们要写spark程序 就意味着 以后 我提交这个程序 是不是可以连到 spark集团当中啊 啊 提 提交的这个程序 可以 连接 到 spark 集 集群中 没问题吧 好 那么接下来 vl 还是原来一样的套路 抗扶 等于new spark 抗扶 然后呢 导包 接下来点 site app name 然后我要想本地调试 是不是site marker 等于 local 是吧 local 星 让它多个线程一起执行 为什么呢 你一个线程有可能执行正确的 未必 多个线程的时候就能执行正确 上午我们是不是给大家讲了这个问题啊 对吧 好 那么接下来 创建 创建 spark secure 的连接 这个连接相当于是程序执行的路口吧 入口 也就是说跟集群得建立上关系吧 对不对 好 那么咱们来看啊 以前呢 我们是不是都搞了个叫sc 等于new一个spark context ok 然后把com传出去吧 但是这个spark context 是不是仅能创建 普通的rd啊 不能创建那种special 特殊的rd吧 不能创建 date frame吧 好 好 我们这里边写一下啊 spark context 不能 不能创建 特殊的rdd 就是谁呀 data frame吧 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个不能创建 data frame的这个sparkcontext 是不是给包一层 增强一下 它是不是就可以创建 data frame了 好 将sparkcontext给增强 包装 进而增强 增强一些功能 是吧 ok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怎么增强 那么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叫做circutecontext 我取个名字叫circutecontext 那这个时候你new一个 circute circutecontext 然后把什么传出去 sc传出去 ok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 但是 诶 这为什么有个中华线啊 中华线代表什么意思 是不是这个API已经过时了 这个API呢 是spark1.x的API 但是现在依然可用吧 只不过是被它标记过时了吧 好 那么现在呢 咱们这两种方式都要讲 所以说呢 我这老的方式呢 也给大家讲一下 那么 有了这个circutecontext 然后再怎么样 创建 特殊的rdd rdd 就是谁呀 data frame 这个dataframe特殊在哪里呀 是 就是 就是 有 schemer 信息的 rdd吧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怎么搞啊 首先呢 你是不是创建一个普通的rdd 然后把这个普通的rdd 转换成特殊的rdd吧 好 我们原来的思路 咱们来看 咱们原来的思路是什么 先有一个普通的rdd 然后再关联上schemer信息 然后再关联上schemer信息 进而转换成 dataframe ok 那么怎样创建一个普通的rdd 比如说 hdfi里面有一些数据 可不可以 我的hdfi里面有一些数据 我练一下我的集群 随便练一下 好我们看一看啊 在这里边有没有数据 这里面还没有数据 我自己搞点数据吧 ls vi一下 叫做person.tit 然后在这里面 比如说有 一 老段 年龄 三十五岁 颜值 九十九是吧 二 老赵 年龄 二十五岁吧 颜值 九九九是吧 三 老杨 年龄 二十八岁吧 颜值 九十九 第四个 老许 然后年龄 二十五岁 颜值 九十八八吧 呃 九十八 ok 这里边是不是就有一些数据啊 这个数据虽然说不多 但是呢 咱们以后这个数据 是不是有可能很多 那么我把这个数据怎么样 poot adfs dfs -mk dir 叫person 首先创建一个人目录 然后我把这个数据 上传到 adfs 当中 -put person.tit 上传到 person这个目录下面 ok 那么这个里边的数据 啊 假设很多是吧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 将这个数据 进行处理 我问一下大家 这个 这个person下面这个目录啊 person下面目录这个数据 它属于结构化数据 还是非结构化数据 谁说是结构化数据 这是非结构化 你知道它到底是哪一列 到底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吧 我我我说它是ID行不行 我说它的智商行不行 是不是也行啊 对不对 你是不是得关联上结构化数据 是不是关联上 是不是得关联上表头啊 关联上表头 并且告诉它到底什么类型吧 是不是 好 那比如说 这里面是不是有这么多数据啊 你是不是要知道这个数据是用什么分割的吧 然后把这个数据整理整理成结构化数据 然后你是不是就可以写sircle了 好 那么咱们怎么搞呢 好 接下来咱们开稿 为 好 lens等于 ic.cl arg 我直接写吧 adfs lens node-4 然后 9000端口 nod 9000端口下面是不是有一个person这个母录是吧 ok 接下来呢 是不是对数据进行整理啊 将数据 进行 整理 那么就是对里面的数据呢进行map操作是吧 里边呢是不是拿出来每一行每一行用 豆号 一行里面有多个属性用豆号进行分割吧 使不利他按豆号进行分割 然后 vl 首先是不是id啊 id等于 fuse 0.2 0.2浪 是吧 有id有可能特别大 我们是不是把它转换成浪了一下 vl name等于 fuse 1 vl A字等于Fuse2.2Int 是吧 VLFaceValue等于 点2Double 比如说精确到小数点 两位是吧 那么现在我问一下大家 这个你切分好了之后 你是不是告诉他 这里边的每一个字段 到底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通过定一个变量 来告诉他这里边 每一个字段什么意思吧 我现在是不是想把它给装起来 装起来我 放到原来的元主里边 你说他有使gamer信息吗 元主里边有吗 元主里边有啊 元主你是不是告诉他 第一个元素放什么 第二个元素放什么呀 你比如说放ID Name 是不是只是告诉对应的这个变量 放在哪个位置了 他是没有信息啊 怎么办呢 我想把它放在哪里 他就有描述信息了 就知道它是什么 哪一列 是什么样类型 然后叫什么名字 这个时候我可不可以定义一个 kissclass或者class 定义kissclass是不是比较方便 不用new 而且不用实现 序列化 对不对 kissclass比如说叫boy 然后id什么类型的呢 然后这个时候kissclass kissclass叫boy 然后id什么类型的呢 long类型 你看在这里边受约束了 id是long类型的吧 是不是这里边有一个属性叫id吧 name实际类型吧 age int类型是吧 然后呢facevalue double类型 ok 你看我自己定了一个kissclass 然后我把什么放进去 把切分好的数据 对应的这个数据就放进去 id name age facevalue 好放进去了吧 请问这个时候呢 我这个rdd里面装的是什么类型 boyrd 虽然说你的rdd里面装的是boy 但是怎么样 这不还是rd啊 还是 还是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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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rdd吧 那么我们看啊 这个rdd相当于关联了 schemer信息 该rdd 装的是boy类型的数据 有了 有了schemer 有了schemer 信息 但是 还是一个rdd 怎么办呢 这个rdd呢 他要想变成特殊的rdd 不是那么简单 不是说把它关联一个kissclass 他就变成了特殊rdd 怎么样 要做点 要做点 准备工作 做点 做点什么呀 做点转换啊 把它转换成rdd 不是老段去了泰国 他就变了 而怎么样 是不是要对他 做一些转换 是吧 这个时候将rdd 转换成 将rdd 转换成 data frame OK 那这个时候掉什么呢 掉to df todf是什么意思 to 是不是变成 data frame 是吧 但是这个方法呢 现在是不是 没有吧 但是我还想掉 怎么办 导路引试转换 相当于对原来的rdd 进行增强吧 你原来rdd 没有这个方法 我增强一下 是不是就有了 比如说 1 to 1 是不是int得行 to int上面定义了吗 没定义吧 是不是在那个reaseint 里面定义了 那 是不是将int 转换成reaseint 就可以掉to 方法了 那么是不是有一个隐私转换 在predeaf里面定义了将int 转换成reaseint 是吧 那在我们sparcq里面 也要先导入隐私转换 这个隐私转换 这个隐私转换在哪里呢 impower sparc cq 啊 啊 啊 也是sparc 啊 有sparc sparc 它是定义转换 它是定义在类里面 还是定义在object里面 哎 谁说的 谁说的 眼神转换一定要定义在object里面 定义在类里面 是不是也可以啊 但是如果你要定义在类里面 就首先要new它的实力吧 你会发现 这个seal contact 是不是我new的这个seal contact 一个实力啊 那么这个隐私转换 其实在哪里呢 你会发现这里面呢 是不是有一个object 这里面什么object 这个object在哪里呢 在哪里呢 在哪个类里面呢 是不是在这个seal contact 在一个类里面 像它有一个内部类吧 是不是内部的一个静态的一个变量吧 静态的一个类是不是 对不对 像静态对象 对不对 那我们知道 如果类里面引用了一个 内部类啊 是不是先要把这个类给实力化了 对不对 先把它给new出来 以后再 引用它里面的静态对象 是吧 好这个时候它就有了 接下来我们看2df之后 它变成了什么 这个叫bdf 好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现在已经变成了什么 DataFrame 那一变成DataFrame 我刚才按错了 一变成DataFrame 是不是就可以使用两种API进行编程了 变成 比较熟悉的 sircle的方式 但是使用sircle的方式 相当于要多执行一步 先要等它 有sircle必须得有表吧 先注册 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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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时表 bdf.r register 你看这里面是不是 register temp table 什么意思 注册临时表吧 但这个方法是不是过时辣 依然可以使用 这是老的API 那么把这个DataFrame 把DataFrame注册成临时表 把DataFrame 也就是这个 为什么把这个DataFrame 能注册成临时表 DataFrame里面是不是 它是个rd吧 并且关联的schimmer信息吧 是不是相当RDD加上schimmer 注意听啊 怎么都睡着了呢 会啦 是不是会啦 好 注册一张表 我叫什么呢 叫T boy Tboy 合不合眼 这个T代表 tfboy T代表什么 是不是一张表啊 table 是不是 好 那么注册成表之后 接下来怎么样 是不是书写Circle Circle 是吧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开始写Circle 那注册成表之后 这个时候你可以用这个Circle 就看出点 Circle 什么意思是不写Circle啊 好 那么我们select sing from t 下游线boy 然后 然后 嗯 啊 啊 哦 RD Oder B Face Value Face Value D SC A字 AS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什么意思 以前还记彼的我们是不是希望按照它的颜值的从高到低进行排序 如果颜值相等按年龄的升上去 如果是写Circle呢 一条Circle是不是就搞定了 你想一想是不是写Circle更简单 是不是小伙伴们 是吧 睡一觉是不是忘了 刚才怎么睡着了呢 那睡一觉发现 诶这个Circle比以前简单多了吧 但是前提你是不是要把它整理成 集合化数据 其实搞大数据 这个ETL这个过程 占整个这个开发过程当中 应该占三成的一个比例 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数据来了 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美好 全是 结果化的 那我们一般都要怎么样 进行清洗 整理 然后把它给转存 转存起来 然后怎么样再进行计算吧 OK 那么变成结果化数据 反而简单了 一条Circle是不是搞定了 原来你是不是还要什么呀 稍的败什么什么 是不是 现在来看啊 那么这个Circle执行完成之后 它还会给我们返回一个 DataFrame 相当于对这个DataFrame 进行了一个转换 好 还是一个DataFrame 接下来怎么样 是不是要查看结果 是不是要查看结果啊 那么我们想一想这个Circle执行啊 这个Circle应该是一个Circle方法 应该是一个什么类型的方法 是应该这个Circle这个方法 其实是Transformation 以前我们RDD掉一个Transformation之后 是不是返回RDD啊 因为我们发现 这个是执行完这个Circle之后 原来被你注册的这张表 其实它是不是也是一个DataFrame嘛 经过你这个Circle之后 是不是又变成了一个新的DataFrame 那么DataFrame它也是雷这个 它不会立直行 接下来怎么查看结果 相当于我要 处罚 Action 是吧 好 Result 点儿 Show一下 Show是什么意思 看一下这个结果 是吧 然后释放资源 执行完了之后 那个方法也是同步的方法 它会把这个任务提交到集群里面 比如说提交到集群里面 它怎么提交啊 其实也是在Driver端 要进行一系列的准备工作 然后再把对应的Task 提交到集群里面 执行 好 这个呢 释放资源 SA点儿 Stop 好嘞 那这是我们第一个 Spark的一个入门程序 SparkCircle的入门程序 接下来我们 执行一下 看一看可不可以啊 软 软 那么这个程序在执行的时候 它是不是先创建SpaContext 再创建SpaContext 然后先通过SpaContext 读取RDD吧 然后对RDD进行整理 整理之后将RDD转换成 DataFrame 然后将DataFrame注册 这个临时表 然后对这个临时表执行Circle吧 OK 这里面报错了 报什么错误了 Local写错了 哎呀 太low了 Local写错了 太low了 Local 没问题吧 好你看它这个时候是不是 是passing command 是不是转换你的方法吧 转换你的这个命令吧 是不是 谁爱心 from T-boy order by FaceValue DSA A子AIC吧 好咱们来看一下这个结果 这个结果很重要 你有没有发现它反过这个结果 以什么形式反过了 是不是相当于一个表格啊 这个表格是不是有表头 有数据啊 那么这个表格 里面标志住了 它里面有ID吧 nameA子FaceValue吧 你看这个时候按 什么来拍的 颜值吧 是不是颜值 的将去 OK 老赵的颜值甩他们一条街 是不是 好几条街是吧 十好几百条街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接下来为什么老杨 跟老段颜值都是99 为什么 老杨排在前 是不是年龄的升序 颜值相等 年龄 升序定排序 小鲜肉排在前面 是吧 好接下来呢 这个是不是按照它的 颜值啊 这个颜值比较小是吧 比较颜值太小了 太低了 OK 这是我们写的第一个 smart社区程序吧 你会发现 如果我要是把这个数据 转成结构化数据 以后是不是就可以写 社区了 是不是 是不是也挺简单的 好嘞 咱们休息一会儿 好嘞 咱们休息一会儿 好 谢谢